哈囉大家好,我是陳柏勳 那今天來到潮州車站 那教大家怎麼搭乘台鐵 那我們開始吧,Let's go! 第一開始我們在左邊這邊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售票機 然後右邊也有那個售票窗口 那你們可以先購好票,然後再進去 或者是先提早先訂好票 然後這邊可以領票啊 然後直接載到售票機台 然後輸入您的訂票的資訊 然後身份證字號 進去之後,這邊前面有一個票閘口 那我們往票閘口前進吧 那到票閘口這邊會有一個QR Code 因為現在還是防疫期間 那記得找我們車站這邊的QR Code 來進行實聯制 我們這邊的話有占物 有量體溫的 那如果體溫太高的話 可以在旁邊燒等一下 燒等個大約三分鐘 然後再去量一次 那我們就接到票閘口這邊 那購好的票 那我用這張 購好的票我們就接進去 可是因為我這次已經有用過了 那我們待會搭的區間車 是直接從這裡進去 那可以刷卡 那我們要搭的是3057 那3057的話在我們第一月台這一邊 那如果您不知道的話 也可以問我們帳務人員 那不想麻煩帳務人員 您可以先提早做好功課 那我們先前往第一月台吧 那現在時間是10點47分 那列車是58分 那各位觀眾可以像我這樣 提早 提早到車站這邊搭乘列車 那就不會一直趕點趕時間 然後車子跑走了 你還要追車 然後又很危險 那希望大家可以記得這一點 慢慢來 提早到慢慢來 才不會一直在趕火車 那列車 在第一月台的B側這一邊 那您可以先上來之後 會有一個大電視 然後你可以先來看一下列車的資訊 那或者是手機有一些APP 你也可以使用 剛才我說的電視就是在這一邊啊 就是這一台 就是大電視 那我們的列車的話 是在往南下的3057 然後是往方寮的 的區間快車 那如果你想要做的 其他列車 但是對號列車的話 你記得要買票 例如普悠瑪啊 然後區間車的話 你可以刷卡 或者是買票進站都可以 那到月台上 小心不要超越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這位置很危險 或者是到這邊都超危險的 主要的話就是在區間車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 內都可以 這比較安全 如果您站到這邊的話 危險 如果您聽到 台鐵人員 吹哨子 或者是按哨子的聲音的話 你就趕快站進來 以免發生危險 那 月台 這邊有椅子 例如像這位 坐在這邊的 等列車 提早到可以在這邊坐等列車啊 滑手機啊 那 滑手機期間 記得 一定要注意 列車的時間 發車時間 那我們發車時間上面這邊的 Departure Time 就是我們的發車時間 那因為這邊的 只有寫時間兩個字 那因為下面的話 有些就是 普普媽媽不知道 Departure是什麼意思 那主要的Departure就是 我們的發車 然後Departure Time 就是發車時間 那您就可以在10點58分前 10分鐘啊 5分鐘啊 到達月台 那 之前 寫和台鐵的頻道 就是潮州站副站長的頻道 有說 月台的 上面的 手扶梯 乘坐時間 大約是 30分鐘 不是30分鐘啊 可惡啊 是30秒 那 坐上來30秒 您可以大約就是提早 6分鐘啊 11分鐘啊 就是在 10分鐘 再坐1分鐘 提早上來 以免耽誤到您的寶貴時間 以及您的 後續的行程 好 那大家知道 都知道 我們怎麼搭台鐵了吧 那我們這 台鐵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結束囉 那我們下次的影片見 那記得按讚訂閱 加開啟小鈴鐺 記得訂閱 協案台鐵的YouTube頻道哦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請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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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